所以你是要去杀了他吗 是的呀 所以你想加入我吗 当然了为什么不呢 就是这样我们杀了他的男朋友 这是最有趣的事了 好疯 那我只是住在偏僻地方的一个友善哥哥 Oni-san 这么使用这个词啊 这个小男孩的有辱骂我 什么那谈喵的是该死宅男是不是 DansyLin大家好 我会知道有一阵 没有和大家见面了 那我的电脑硬盘也是不幸坏掉了 然后这两天才把这个电脑又重新搞了一遍 那今天也是在做复健实况 所以我就玩一个可爱的小游戏 这个游戏名字叫做 我不是怪人或者是我不是变态之类的 那游戏主要讲的是 我们捡到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子 然后又给他做茶的这么一个故事 那这个桌子之前 他做过一款游戏叫做什么尸体 我也是做过实况的 大家好 还是蛮喜欢来着 总之视频开始喜欢的话 希望可以点赞 这种片子真的很重要 拜托各位的同学游戏 那这边是游戏提示 说这个游戏包含了一些关于尸体 生死的一些黑暗的那种幽默之类的 如果有建议的观众 这个请谨慎选择观看 就不要太认真了 对待这个游戏 好 那么这是游戏的开始 我在学队里发现了一个男孩 后捡到男孩了 他看着还挺可爱的 这个男孩他也没穿鞋 好像腿上还受了点伤 这是被虐待还怎么着 反正自己是跑出来了 在学里头挺可怜的 那我作为主角呢 就要带他回家 我们这个好心人 好了 我猜呢 他快要冻死了 就给带回家了 过去的一段日子 这就是我们主角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这个主角的造型 也蛮别致的 看脖上带一环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 脖子那里 有那么多OK蹦 很多那种帮敌 那现在是做好的家务 我坐在这里 我看着那个睡着的男孩 他还没有醒过来 我很好奇 他什么时候会醒过来呢 说吵吵吵就醒了 嗨你好 你睡得好不好 关心一下他 什么表情 什么表情 什么意思 好像很前期我呀 然后他就躺到了床上 假装睡着了 What the fuck 我们这个主角慌了 也不是慌了 应该是生气啊 这什么意思啊 你已经睡了那么多日子了 你不能这么无视我的呀 对呀 我好说还是你这个救命恩人 好不好 说话跟我说话 他看着我 而且还挺不高兴的 你有啥不高兴的呀 我还救你嘞 你不太说话是吧 阔虎 也许他嗓子痛 那他也确实在这个血里呆泪 有那么一阵 觉得可能是有什么后遗症 哎呀我们的主角真好吧 还给他找补 那我就看一下了那个茶壶 说是时候呢 该拥有这个茶壶了 就到我们这个游戏的正题了嘛 又给这个男孩气茶 那太好了 那我还有一本茶书 虽然我看不懂上门大多数的字 但是呢总会有点用吧 哈 哦 我们要选茶叶 要给他泡茶是吧 我看一下这个书 这边可以存档啊 那这个游戏很明显就那种啊 我们选不同的茶叶的话 就会出发不同的结局嘛 存档肯定没毛病啊 然后这里是说这个茶叶都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柠檬 这是什么紫罗兰呢 第三个这是什么 这是雪花吗 我不知道啊 这是不是一种茶叶 还是说就是雪花啊 总之我们随便选一选吧 哦 这边有介绍啊 那说这个柠檬的这个叶子 其实和柠檬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他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它的味道和柠檬相似 以制作甜茶而闻名啊 不消糖 哦 这有介绍的 这柠檬草 看一下这个 实意的就是紫罗兰 灌不同 紫罗兰草应该是 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 那这个茶叶 它是你本身没有味道而著名 但是它一旦加上了 其他的这种茶品啊 就是配着 它就让味道呢 变得更加的强烈 属于一种放大镜 是不是 增加其他茶的这个味道 那我们看这个雪什么来着 那这也是有一个奇怪的名字 这是以酸的味道做成 不太建议用这种东西的泡茶 小心使用 那我们切回来啊 那怎么看这个叫雪花 不算什么好的啊 这个酸茶是吧 不好喝 我们先选个柠檬好不好 然后我们再享用紫罗兰 我也把我这个茶叶的名字翻译的对不对啊 反正就是 大概那么个意思啊 好 做了个甜茶出来 那这个应该是很普通的啊 给它 应该会高兴吧 喂 给你喝茶 这应该能让你暖暖身着 怎么说 能不能开心啊 这个小男孩跟我说话 你吃药 喝我下药吗 我看起来有那么可疑吗 你确实很可疑 你也真粗鲁吧 我是救命恩人啊 来不说感谢 也不至于这么怀疑我吧 那我只是住在偏僻地方的一个友善哥哥 OniSan 这么使用这个词啊 啊 你是OniSan 这个小男孩的有辱骂我 我靠 什么那他喵的是该死灾难是不是 因为我用OniSan这个层窟是吧 你这是个变态 我不是变态 啊 这就和这个游戏的标题吻合了 这个小男孩还猖狂起来了 他说 我打赌 你一定很享受我的选手福吧 哎呀 我们的主角还真是个变态啊 他还玩真是 啊 这个小男孩他说 哎那我也是 明明是开玩笑的一种气氛 结果就认真地在说这个事了啊 你也是 你能用他喵的又有你那该死的脑子 那要不然为什么我还这么穿衣服呢 那么这个男主就说 我不知道啊 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那我确实有梦想过一个水手男孩来着 好家伙 这属于主角和这个小男孩 他俩这 我能说对口吗 就好像你说这件事 他马上就会成真了一样 他们确实会有成真的 坏我们的主角真是变态吧 不 你闭嘴 你让这变得更奇怪了 我靠 等一下 哎 我别扭了 哎 我别扭了 然而 然而我也不建议在这呆子 如果能让你这样的失败者开心的话 你这个表情真实啊 只是请你不要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要不然我就一刀捅了你 我们主角反而还 哎呀 我不好说了 主角说 哦 因为我很了解我自己嘛 所以我还可能很享受那个痛苦的部分 哈哈哈 我不该玩这个游戏啊 我觉得我不该玩这个游戏啊 这个游戏有点 要不然糟糕啊 所以你现在是斗爱莫 这样让你看上去呢 更加的怪了啊 更加的变态了 我希望你能死在垃圾堆里啊 疯狂的辱骂我们 这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你的话 那当然可以了 毁了 毁了我们的主角 没救了 他说是 那这里是尽管这个小男孩呢 他答应啊 就答应那么一会儿 但实际上他住在这里呢 也有好几个月了 住在这里人越多 我要做的家务就会越多 而这个小男孩唯一能做的事情呢 就是做饭和看上去很漂亮 打扮自己 我很开心 解锁了第二个结局 梦结局啊 一共是有五个结局吧 解锁了一个 怎么说呢 这个游戏的展开 让我有点猝不及防 虽然说有这个 有一个辱骂要素啊 然后 但没想到是这种 呃 选了这种辱骂 然后主角很喜欢的设定 像是打开了一个新的 大门的感觉 因为这个桌子之间 做的那个叫做什么尸体嘛 这就是 可爱小男孩 这个杀人的那种故事嘛 然后我的预期也是那样子 结果 这次是另一种玩法 所以 所以 呵呵呵 好 我们 总之我们回到刚才 我们选择别的茶叶看看啊 还是别的什么结局 我比较好奇的是 我能放两个柠檬草吗 哦 不能只能放一个哈 那我就放这个雪的 看看啊 我做了一个好茶 你确定 这个声音明显一点都不好啊 给他 给你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啊 让他变得好喝了 怎么说 这藏起来怎么跟屎一样 呵呵呵呵呵 为了很糟啊 不是很糟 啊 你真粗鲁 我不仅把你从雪堆里救了出来 我还花费了我的时间 给你做了一个热茶呢 这就是我所得到的回报吗 结果这个小男孩说 他当时是想自己自杀来着 哈 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阻止他的自杀算是 那我给你毁了 确实你给我毁了 哦那好吧我对不起 对不起啥呀 不然他自杀阻止的我觉得也挺好啊 那你想要再尝试一次 说实话不会了 他为什么会红着脸 那我有时间呢就考虑了一下这个事 说真的为什么死在这的人是我呢 他才是那个欺骗了我的人 哈 所以他才是应该要死的那个人 我能假设 这是这个小男孩的前任吗 哦 所以你是要去杀了他吗 是的呀 所以你想加入我吗 当然了为什么不呢 就是这样我们杀了他的男朋友 这是最有趣的事儿了 好疯 说那个哥们呢根本就没有机会 我们把那个人的这个尸体的这个肢解了 我的可去 在我们把他除掉之后 然后给他扔到河里了那些肢体啊什么的 但在做这些事的同时呢 我们成为了情侣开始约会了 那谁又能想到杀了某人的前任 是我做过的最棒的选择的 我流汗了 哈哈不行 这视频开始之前我一定要加点提示啊 Creezy 这是第三个结局 流汗了 哇 我不敢再看下面的结局了 怎么说啊 好 我们再试试别的啊 那我们这次加的是走了蓝还有这个血啊 然后他最多只能加两样大体下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哦 好恶心啊 本来那个什么雪花的那个茶叶 它就是会呈酸味的嘛 不好了 然后中间的这个走着来 给它放大这个味道 所以这个茶应该会特别的糟 哎呦 这个给他喝 会死人的吧 嘿 给你 我希望你能喜欢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个表情 特别这是什么 这是茶呀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这看上去像任何东西 但它绝对不可能是茶 呃 好 好吧 我可是倾注了我所有的心意进去啊 那你做的可太烂了吧 这茶看上去有毒 这太疯狂了 真的不敢相信你做茶能不能做这么糟 搞砸了 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你让我一个人静静 我已经努力了 我已经努力了 这不是我来做 因为我不会做饭 你居然不会做饭 一点都不会 你是个男人 你特别就学呗 你不懂 然后 我身为男人就是一个特殊的原因 啊 哦 就是说 就反而是因为是个男人 所以他 不会做这个菜 是吧 那你可真有个方便的借口啊 所以到底是什么阻止了你的厨艺呢 啊 HOLY SHIT 有汉了 反正是说了一个不能说的东西啊 那又不是我 听着 我可是在四岁的时候就学会了所有的东西啊 而且到现在呢 我还没有成为一个男人哎 不用你说 我能从你的外貌一样判断出来好吧 那你猜猜什么 像你这样的人会饿死好不好 你这样的生活也太痛苦了吧 生了自己连意大利面都围住 呃 算你走鱼 我很仁慈啊 我帮你解决吧 哈 我可以叫你做饭呢 有个小表达 所以你最好啊 赶紧夸夸我啊 好 好吧 所以他真的开始叫我做饭了 尽管他的课程当主要都是一些什么尖叫和拍打 这倒是学厨艺还学什么 我慢慢的喜欢上了他们 提高了自己的这个技术啊 那为了测试我的能力呢 我们参加了个厨艺节目 我们最后还得到了第二名 我们最后还开了这个咖啡馆 什么展开 我们会这样看着对方 我们都知道下午会要做什么了 欢迎回来 主人 啊 这么什么回事啊 吼吼 那还有两个结局 我估计有一个是隐藏结局吧 因为他这个只能组成两样哎 那也就是说 柠檬草和这个雪 它俩组合在一起 对吧 最多只能两样 来吧 哦 这是得到过的结局 他说我从来 啊那我们已经看过三个结局了嘛 而且我发现了这个第四个 查了配方配不出来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界面 发现这个小男孩呢 有话要跟我们讲 我不敢相信 你那么不擅长做饭 你真是个没有用的东西 你怎么还能活着的呀 我不打祸 别骂我了 但是你会照顾好我是吧 那如果我喜欢的话 是呢 那如果你不想被饿死的话 那你最好要爬到我前面啊 我不好说 你就要我怎么爬 我就怎么爬 主人 什么 什么玩法 请喂食我 我 哦 no 好啊好啊 哈哈 流汗了 流汗了 哦 这里是摸他的腿了是吧 好痛 活该的结局 他把我捅死了是吧 哦 明白了 那我一直跟他对话的话 应该还有一个结局啊 哎 结果这里有新的对话 你戳了我的胸口 这明明是新的轴目 结果这个对话是继续的上一轴目的啊 你是不是有点暴力了 你得到了你该得到的 混账 这样了你就再也不敢那么碰我了 我明白了 对不起 你就应该觉得对不起啊 那怎样是跟他对话呢 还是说再碰下腿呢 那估计再碰下腿的话 结局还是一样的啊 我们先跟他对话吧 说真的 如果你继续这样子了啊 我可能真的会捅你啊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但我确实是有武器的哦 如果你把那个小刀呢 叫做武器的话 那当然是的 你是不是在质疑 我的宝贵的剑的力量啊 它锋利的足以切开人类的皮肤 那你开心就好 不 你怎么认真点啊 我真的要切你了啊 我就要让你看看我的刀都能干什么 我真给我来一下子是吧 我们主角反而吐槽说 这切得还挺轻的哈 长得好像我不想伤害你似的 嗯 只是 我给把我这个小刀呢 搞得更锋利一点 呵呵 再点它 它不跟我聊了 也许一旦我们学习了互相一些新的东西 就可以去一对话了 这意思啊 不聊了 那我碰它的腿会怎么样呢 碰它手 碰 碰腿 不 我们不会再这样子了 啊 聊一下 还是不聊 我不要点茶 因为点茶的话 又是之前的结局了 结果又碰它的腿 他问我 你是不是有毛病 你最后是检查你的脑子是什么时候 那有一日了呀 那如果你再做一次的话 其实是个好主意呢 好的好的 说真的你怎么滚开啊 你真是让我心烦 我想狠狠地揍你的东西 难以忍受了 难道我看起来像是会建议的人吗 确实 你身上那么多OK蹦 就是因为你有自恋的心象还怎么着啊 还喜欢被这么虐待啊 那好吧 那如果你停下来 我就会揍你好吗 好啊 好啊 既然你这么迷恋我的腿 那你建议解释一下 上面的这个OK蹦吗 好啊好啊 因为我帮你处理好了伤口啊 因为它这个腿上都是邦迪嘛 我们捡回来的时候 它腿上确实有很多伤来着 那看起来确实是一个理由呢 能碰我的身体了 我明白了 是啊 是啊 你可真是个变态呢 哇 最好看的这些蹦迪都给你们了呀 那我猜 我真谢谢你 我跟他对话呢 还是不对话 弄什么摸腿啊 只能摸腿出发对话 好吧 把这个玩笑话放了一边 我真的应该规矩一点了 哈哈哈哈 自己都会吐到自己了吧 不 我真的要规矩一点 但我只有这么点才有新对话呀 好吧 那难道我真的想被打脸吗 规矩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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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束自己 控制自己 呵呵呵呵呵 可爱男孩的臀部 我的fuck 我想要被他们砸死 好吗 腿 完了 真变态了 这下子 哎 只有腿了 但是能看到这个男主的眼睛了哈 那跟他对话呢 不回答我的 没对话了呀 就这么结束了 那我们放个这个 结果还是甜茶呀 但我可以给他 是不是个心结群呢 给你 这个会让你挡挡身子 对话还是一样的 你是不是给我下药了 我看起来有那么可疑呢 看看没有不一样对话啊 嗯 刚才 没有新的结局啊 但是我又到了一个新的周末 这边有新的对话了 想得到第五个结局好难啊 好像要进过多周末才能出发 那这个男孩说仔细想想啊 为什么一个所谓的友善的onisa 他会住在这个森林呢 那你怎么没有住在城市里头呢 所以说我们这个主角真是个变态吧 是啊 然后呢 因为警察呀 哦 我就特别知道 你身上有点怪 所以你是个罪犯是吧 那你是因为什么被通弃了呢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你不是什么性犯罪责是吧 我倒是能接受你是个杀手 或者是个汉尼巴 神主 不 我也没那么坏呢 我很开心知道这个事呢 哦不等等 事实上这不合道理啊 那警察不会检查你所有的地方吗 他们可能是那么做的呀 但是这个房子里的东西呢 它都不属于我呀 啊能不成我们把这个房主人给杀了 这个主角 然后他把这个房子再为借我了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啊 我住在这个地方 那你可不要告诉我啊 你是强占这个家的 那如果这个房主人回来了 你怎么办呢 那我会用我的身体来支付啊 哼 是不会有人和你那啥的 那你就让我幻想一下吧 没有新对话了 那我们再过渡一下吧 那我们再过渡一下吧 面面 又在那做了一次长啊 不过内容还是差不多的 那这里又是一个新走吗 这些男主就说话了 说你知道的那我们已经热好了身 我们要做点什么吗 哈 我找到一个袋子里面有老CD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呢 好啊 好啊 我们看了一些电影 度过了一个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夜晚 大部分这些电影都拉紧 但这些电影呢 比外面发生的事情有趣多了 我们都放松下来了 所以我们睡着了 这一天也就结束了 所以某些原因呢 我觉得有个未来在等待着我 所以也会像今天这样平静 得到了个舒服的结局 啊 五个结局全找到了呀 所以说是 那我跟他对话一下呢 没有对话 也就是说所有的结局呢 我们都已经触发完毕了 那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回到这个游戏的标题啊 所以说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 我不是变态 那这个主角确实是变态好吧 那我发现这个作者 其实就是很喜欢做这种可爱小男孩的游戏 那这次就是 主打一个说 越打越挨啊 这个主角呢 又有点这个受虐狂 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游戏呢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 我或者咱们可以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